日式咖喱瓣簡直是一個偉大發明的 如果長期有日式咖喱瓣,就可以做到日式料理級的咖喱美食 材料真的非常簡單,今次的日式咖喱,我們就做一個日式咖喱的即食麵 首先就是有即食麵,什麼味道都無所謂,因為我們根本不會用到包粉 接著就有這兩樣,就是荷蘭豆和菇 好,我們今次做一個素食的版本,偶爾吃素食都是健康很多 主角當然是日式咖喱瓣,另外這個番茄就是用來給它一些味道 還有芝士,芝士和日式咖喱的配合簡直是天衣無縫 做法是非常簡單的,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撕掉荷蘭豆的兩條硬的筋 其實你不用荷蘭豆的話,例如用蜜糖豆,或者任何蔬菜都可以 可以加上番茄,洋蔥,一些甜味的蔬菜,其實日式咖喱 可以加上番茄,可以加上番茄會非常好吃 好,我們把這些菇分開一點 然後我們就燒熱一鍋熱水 把這些蔬菜放在熱水中,輕輕攪拌,燒熟 其實也不用攪拌太久,因為我們選擇的都是生食都已經可以吃的蔬菜 所以我們就輕輕攪拌,讓它熱,和不要吃下去有太青的口感就可以了 不斷熱一攪拌,然後我們就可以撈起它 記得撈起它的時候,就不要倒水 因為我們的水是用來煮的即食麵 然後這麼快,我們就把麵放在水中煮 我們就不要煮太軟,因為我們最後都會放醬汁 然後把咖喱汁倒上去 好,畢竟這個也是一個拌麵 那拌麵就比較硬一點,就會比較好吃 如果你沾到一坨,最多麵黏在一起就不好吃了 好了,煮到差不多,我們就可以撈起麵 其實有兩個方法,你可以把麵撈起它 然後放起它,然後把咖喱汁倒上去 我本食譜也是這樣做的 但是,當你在家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用另一個方法 就是把這裡的水,再倒一半 然後直接倒上咖喱磚,拌勻它吃 這樣也是OK的,這樣就會方便很多 再把麵水倒上一半 如果水太多的話,那個醬汁變得太稀 那就不好吃了 日式咖喱磚,一包裡面是一格格的 你可以像朱古力一樣,拌開它就可以分開用 基本上,如果這麼少的話 我想用兩格,它已經很濃味了 這些用剩下的咖喱磚,你可以用保鮮紙包著它 然後放進冰箱裡也OK 日式咖喱磚有一個小小的學問 其實最好就是關火才放進冰箱裡 因為,如果你開著火,它很快突然會焦了 而且太濃稠了,你都不知道什麼事 那現在呢,其實我是關火的 關火才放進冰箱裡 然後,開始攪勻它 然後,你覺得它融化了 之後再開火 因為它,再煮它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變稠了 剛才,如果這樣開著火 它很快會變稠 而且,它會變稠一塊塊 攪不均勻,那就不好吃了 其實這個咖喱汁的做法 你可以用來煮咖喱飯 或者煮其他日式的咖喱湯 其實都是這樣做的 好了,你看到它已經起 這些泡泡開始滾 其實就代表它已經OK了 如果你喜歡吃濃一點的醬汁 再濃一點的醬汁 可以煮它久一點 但是,只要讓它不焦就可以了 基本上,這個日式咖喱汁 已經完成了 而且,它最方便的地方 就是不需要調味 因為它已經調好了 好,接著我們就放蔬菜了 然後,剛才做好的麵 我們就可以上碟了 上碟之後 我們把咖喱汁放進去 最後,放在咖喱面上 其實這個咖喱的熱力 很快就會將芝士融化了 最後,我們放蔬菜 其實蔬菜加入新鮮的香草 加入即食麵 或者任何食材都很好吃 我們將這個番茄 加入咖喱汁 就會徹底令即食麵 這個日式咖喱拌麵 就完成了 下集結束